中国和日本的副外长星期二针对双方有争议的岛屿问题进行磋商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大臣也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面 讨论如何降低目前东亚地区因为岛屿争议引发的紧张情势 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日本副外长何向周夫星期一抵达北京 就中日两国之间因岛屿争议引发的紧张关系与中国进行协商 何向周夫星期二上午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会面 此前中方取消了原定在本周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 中国绝不容许日本采取片面行动伤害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方绝不会容忍日方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单方面行动 日方必须打消幻想 深刻反省 并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 回到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上来 另一方面 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 近期二在东京也与来访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会面 讨论中日之间的岛屿争议与东亚地区的紧张情势 森本敏表示 目前我们必须考虑的事情之一 就是如何应对这些从中国和台湾 开往金戈诸岛的众多船只 以及如何维持中日关系的稳定 中国官方电视台 近期一播出两艘中国海间船 在进入中日两国有争议的水域之后 所拍摄到的侦察画面 中国中央电视台 引述中国海洋局的说法表示 海间46号和海间66号 是在中国所属的钓鱼道领海内开展例行的维权巡航 美国之音BOA卫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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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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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